欢迎回来,来看今天的健康生活365 这几天啊,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奥运会 那奥运比赛虽然说很精彩 但是很多人因为不健康的观赛方式和习惯 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 不经意间呢,就会得上奥运综合症 专家提醒说,年高体弱 尤其是心血管病患者看奥运的时候呢 千万要小心了 那在期间,心血管病人一旦疏于防范 很容易乐极生悲,带来危险 那下面一起来看我们的汪姐姐和刀刀 如何教我们健康看奥运 我今天凌晨一定要看俩 我今天凌晨一定要看俩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ime is here The time is now The time is now Can you feel it 好痛啊 能不能 都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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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别闹 都别闹 我都别闹 明天看奥运省次回复他 我把你听奥运看得困惹 有毛心上班杂藏 也请来 哎呦那你不要说 这能微信也就对了 弄啥 等你开个三里五 你的文字值得记住了 自从奥运会开始之后呢 很多奥运迷呢就开始啊 每天晚上通宵看奥运 可是呢时间久了之后呢 不知不觉就会换上了奥运综合症 那么说到这个奥运综合症 他的主要表现症状是什么呢 自这个症状就是孤独兴奋啊 这个失眠中山流门啊 小哥现在这个奥运会那么一个思察了 谁电视和啥 才与这个景色的景色 大家就等啊弄啊 哎 看着这个两三点三四点子都一样 这个比赛虽然景色 但是你不要因为太苦 怪丢电视就非就只会你肯定失眠了 你考虑电视怪丢 哎 你怎么比上 那么回笑是吧 试试把脸 把国家的心情挑试是吧 国家照顾追滚 意思非常地好 有了黑眼圈 一个传染俩 问我怎么办 马上问大夫 门不得付之咱俩 像你这种情况 就是疲劳管塞 精神威蜜啊 独白是不是因为 你长时间得在这个电视电脑面前 看这个比赛 看完了日和日有未经 还有看看评论 看看提吧 看看这个吧 那个吧 哎 什么日来 朝日来 你这个年纪就黑了 精神一无一无一无 但是这个四合 你不要担心 能给你日点感方法 比如说 这个晚上的寂寞 晚上的比赛 非常的多 你有应声 才有对 你有学上这个国家 试坏 看自己考试的 不试坏的 你明天早上看冲波及 透视的 哎 把这个世界 恐怕出来休息 在这个卡比赛 都吃上点费 都护上点费 怎么这么短片 怎么这么 就在保护 也在保车啊 什么日来 你就别着 给你漂亮了 除了当道所说的之外呢 关于这个奥运综合证的 第三种表现啊 就是兴趣变得单一 无心工作学习 很多人呢 在上班的时候呢 心里总惦记着奥运会 于是呢 工作效率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低 出现这种状况之后呢 我们应该及时调节 自己的情绪 多参加一些户外运动 和一些娱乐项目 避免呢 过分的刮心呢 而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 下面是体育知识竞赛 抢大环节 请听第一题 我知道 游泳 跳水 可不可以 请听第二题 帕金森 还对 看了那么 这么多的刺与神 实际上 这个神资肯定不好 那么有多少个个人 那吃了点啥呢 想那么这个 恋子 悲乎 心如涛 即非常好 日天呼双日词 啊 这个清新 文肥 爱神 日气呀 对于那么这个 看完这个 必须 朝鲜留意 日后这个 盖裤呀 习饭呀 日暖呀 第九号的柳熊 真日高 还原日高 顿时久 就是猪肉 顿度重 也是 明天呼双 这么日子 对那么 这个 啊 幼酸 腿疼呢 这么的症状 是非常之好 下面为本届 69公斤级奥运会 拳击 拳手 最后一名 颁奖 那如果您在生活方面 有什么健康资讯 欢迎拨打栏目热线 09715134567和6123456 我们来一套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